图为HK5000巨无人机,诸葛脚撤军情观察第2693期,近日,据媒体报道,在诸海航展某海报封面上,中国又一款压箱敌武器震撼问世,这款武器就是HK5000巨箭载无人机,看来中国终于不再隐藏这款大杀器了,对此,五角大楼表示,紧看外形就令西方彻底害怕了,这款无人机具备非常神秘的用途, 那就是将来能够当作航母的无人预警机使用,并且在反潜上也能发挥奇效,看来这才是中国航母当之无愧的压箱敌武器,在此前,我国已经发展了许多无人机,但为什么它与众不同呢? HK5000巨有著一个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其机翼是可折叠的,并且采用了双前轮以及粗壮的起落架,这些能代表什么呢? 这些都代表了这架无人机,极有可能就是一台舰载无人机,HK5000巨的造型也跟其他无人机不一样,它采用了长平直翼以及V字双尾翼,这样的设计可以让无人机的滑翔性能更加优秀以及有利于提高航程。 图为HK5000巨,诸葛小撤军情观察第2693期,据猜测,在起飞重量方面,HK5000巨大约为4000千克或6000千克,作战半径达到了2500公里。 喷气式的引擎也让它拥有了更快的速度,更强的突防能力,配合上2500公里的作战半径,对抗航母的能力将大大增强。 在武器配置方面,根据中船海空放出的图来看,HK5000巨西异下放挂载了两枚飞弹,根据外观来看,很有可能是鹰机系列飞弹,至于是鹰机紧电不得而知了。 图为辽宁号航母,诸葛小撤军情观察第2693期,对比美国同样是舰载无人机的MQ-25,HK5000巨的性能并不算太出众, 但是这款无人机有注重大意义并不是在性能上有多么多么强大,而是在另一方面,HK5000巨的起飞重量是4000千克,这么小的起飞重量,单靠滑跃起飞是飞不起来的,只有使用可控性高,适应范围广的电磁弹射,才能让它飞起来,那么它的出现,有可能正是代表了我国在电磁弹射方面取得了进步。 除此之外,这架无人机的设计单位是中船海空,这是一个跟建造航母有关的单位,HK5000巨的出现极有可能代表了我国下一代航母将使用电磁弹射,我国海军装备日新月异,一切皆有可能。 HK5000巨无人舰载机的出现,很可能就代表了电磁弹射技术的进步,如果这架飞机上线,那么我国将成为继美国之后第二个拥有电磁弹射技术的国家,并且还是第二个在航母上弹射无人机的国家。 现当今的世界格局之下,很多国家都是依靠现当代科技发展来提升自己国家的国际地位,这也就相当于说一个国家想要在国际上面有更多的话语权,那就必须要有强有力的科学技术。 对此,这些年我国也是不断在发展自己这方面的技术,最近听说中国又有大动作,中国引力全球仅一台的世界级装备,每日这下做不住了。 究竟是什么装备呢? 让小编带你来看一下吧,大家都知道一个国家在发展过程中所研究取得的科学技术成果一般都是为自己本国所用的,很少国家会把这种科学技术分享给他国。 我国在近年来辛辛苦苦的研究过程中,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中国研究出了一台世界级的装备全球仅一台。 有媒体报道,中国最近已经攻破了核聚变设备运行超过100秒的技术难题,这可谓是中国研发史上最强的反应堆。 其实这也就是核聚变技术,这项技术对于一个国家未来的发展来说是相当重要的。 一旦研究完成,无论这对于我国的航天事业还是各种高端技术产业都会有助很大的帮助,还会大大提高我们国家的国际地位。 最后小编想说,假如说像研究成果完成,将会对全球的能源使用和发展上面有助一个很大的改变。 看完以上你们有什么样的想法? 欢迎分享,2018年珠海航展马上就要开始了。 在此之前很多军迷关心的都是这次航展上会看到哪些中国空军的先进装备。 据说,这次肩负20隐身战机也会亮相本次航展,不过,它恐怕也不是来做静态展示的,有可能会出现在空中表演环节。 另外还有肩负10B战机,这次估计也会出现在珠海航展上。 这次的意义可以说万众期待,世界瞩目,因为它目前是中国首款装备矢量发动机的国产战斗机,如果肩负10B能参加珠海航展,这也是继它在2018年装备国产矢量发动机,完成首飞后的第一次公开亮相。 对于战机装备矢量发动机,以下要做一个详细的介绍,通俗讲,矢量发动机就是一种尾吞口可以向不同方向偏转的发动机,借它的偏转给战机带来不同方向的推力,这样就会让战机具备更强的机动能力。 就目前来看,全球也只有中美俄三国能造出矢量发动机,而其中当属俄罗斯的技术最为精湛,当年苏富27在巴黎航展上做出了让世界震惊的普加乔夫眼镜蛇机动动作,靠的就是矢量发动机带给的它匪夷所思的机动性。 眼镜蛇动作之所以难度高,是因为它可以让战机及刹车处于失速状态,机头抬起角度达到110-120度,最终导致机身向斜后方竖立,机尾向前,机头向后翻起,就像眼镜蛇一样。 如果战机能在空中做出这种动作,就意味着在两肌格斗时,它将很容易占据上风,通常战机要绕到敌机后方,必须通过快速运回或者折返来完成,这是必会产生一个非常大的角度,更何况对方战机也不是静视的,等着让你来摇尾,所以这个动作看似简单,但执行起来非常难。 然而,当战机可以完成眼镜蛇动作时,这种急停不仅可以让敌机冲到前方,而且还能增加战机的攻击角度和范围,向上或后上方攻击。 当然,战机想要完成眼镜蛇动作,也不仅要依靠矢量发动机,还有战机结构,可靠性以及飞行员技术等等方面的要求。 不过,总的来说,目前也只有矢量发动机能给战机提供如此优异的机动性,而肩负10B也就是中国首架装备国产矢量发动机的战机。 如果它能在珠海航展上完成眼镜蛇动作,那就说明中国不仅在矢量发动机研制技术方面已经逼近美额,而且在战机可靠性和飞行员技术方面都有了质的提升。 另外,矢量发动机在肩负10B身上的成功运用,对中国提升肩负20战斗力也会有很大的帮助。 军迷都知道,目前美国F-22和俄罗斯苏-57都已经配备了矢量发动机,它们的机动性也因此很强,而中国矢负20当下只能依靠反转尾翼来增强其机动性。 相比较矢量发动机而言,要做出一些高难度的格斗动作还是略显吃力的。 当然,如果肩负20能换装矢量发动机,那就会是另外一番景象了。 众所周知,火箭发射后会在高空实现节节分离,最后因动力不足而坠落,成为废弃材料。 所以一枚火箭发射过后,是无法进行回收与再利用的。 但在如今飞速发展的科技时代,火箭发射也有了新的变化。 据《环球时报》11月1日报道,日前,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旗下的航天智能技术创新中心针对运载火箭垂直回收项目进行了一次技术验证。 只见一枚火箭升空,后又稳稳地垂直落回了目标地点,圆满完成了此次技术验证。 现场科研人员兴奋不已。 专家表示,这又是一次重大突破,要知道,火箭发射后因惯性的原因不再受控。 要使一枚发射出去的飞弹反回并垂直降落地面,需要对其轨迹进行精确的规划, 并进行高精度的相对导航与制导控制,才能实现运载火箭的垂直回收技术。 而在这项技术领域,中国不是首创,美国再一次走在了前列。 在今年的2月7日,埃隆·马斯克带领其SpaceX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在甘岚迪航天中心进行了一次火箭发射,将一枚重型猎鹰运载火箭升空, 并成功完成了两枚一级助推火箭的完整回收。 但中国紧跟起上,展开了完全独立自主的研发,并很快取得了初步成绩。 这也中国再次突破了西方技术封锁,站在了世界前列, 为拥有完整的火箭锤直回收技术迈出了第一步。 一旦成功,将助力中国航天发射器由一次性使用向重复使用, 由单一航天运输向航天运输与空间操作相结合地跨越。 值得注意的是,在火箭锤直回收技术领域,中国还处于起步阶段。 美国也面临着一个难题,那就是猎鹰复久发射并成功回收后,需要进行翻修。 而没发射一次之后,翻修成本就会随之增长。 目前SpaceX表示不会再发射这枚回收过的猎鹰复久,而是研究经过两次发射后的火箭受损程度。 从我国目前所取得的成就,可以看出中国在航天领域的发展与进步。 从能独立发射火箭,到拥有属于自己的卫星系统,再到能独立建造属于自己的空间站,并实现各项技术的升级与创新,才造就了中国今天的航天事业,成为继美额之后的变化。 感谢观看